上面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概章印記 那難不成是我們的農業部 為了要去陷害賴清德主席 我們的農業部竟然會出示假的照片嗎 亮出航照圖 後面壓的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航側及窯側分屬印章 證明這些照片通通是真的 就是因為先前公布賴清德老家空照圖 被質疑有造假 民眾黨部分屬立委提名人黃國昌 開記者會先替自己辯白 我希望賴主席他掉眼淚的時候 是為了人民的苦而掉眼淚 而不是為了遮掩自己的謊言而哭泣 接著話風一轉 聯手立委陳婉惠炮火對準新潮流 賴清德不僅忘記自己的愛將陳忠燕 就在他主政的台南市的那段期間 接受業者的這個新招待幫忙喬市井 點名包括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立委梁文傑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和前行政院發言人陳宗燕等等12人 認為他們有新潮流背景 就算犯了法也不用怕 無奈人一方面說他沒錢賴著不還 另外一方面是夜夜聲歌出入高檔的會所 我要請教一下賴清德主席 這是民主進步黨的清廉情政愛鄉土嗎 民眾黨才是全黨大戶攤 黃國昌不只裝睡覺不行 根本是裝瞎看不見 裝啞不敢吭聲 針對民眾黨指控 民進黨發言人林楚英跳出來反擊 批評柯文哲面對高鴻安炸鈴助理費風波 只是輕輕放下 大選攻防藍綠兩邊猛攻貪腐議題 華選萬三幾千萬別說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字幕視聴立 kuin是否 滿足的評估 字幕視聴 中國金視聴 字幕視聴 將來搶移 字幕視聴 張視音樂 字幕視聴 字幕視聴 文静視聴 。